就在社群遇上了 关心他的新认识的朋友 那朋友每天嘘寒问暖 那也没有一开始说投资 可是后来一步一步 就这将近两千万就出去了 就是我总收益啊 换成台币我有五千四百多万 然后我已经输回了 两千六百多万我想要领出来 但是我连一毛钱我都领不出来 以太坊 以太达币 我的币托被就是被冻解账户了嘛 因为币托觉得我 可能遇到诈骗集团 他把我带户给冻结了 这一千九百万报警了之后 结果呢警方有去追吗 我有收到那个 我有收到警察局的舒涵 他是说因为本案涉及那个 钱包位置军非本国 及币安交易所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追查 我们台湾就没有办法调查 报警也没有用